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要去吃早午餐 我們管家說帶我去吃一間好吃的 新開的啊 新開的啊 爸爸走啦 今天這天氣好好唷 看到了這個 中港澳 澳洲嗎 澳門中國 澳門中國旅遊 他不是要搬台包車 人還挺多 澳門就很好玩 澳門就很好玩啦 像比較亞洲國家的話 如果沒出過大陸的話 確實是有不錯的速度 但是你前提是要有制服 平行 這樣才比較好玩 你管家看一下我 真討厭 今天是小朋友都上學了之後 我們倆的約會日 他帶我來吃上海生煎 這邊是新開的一間餐廳 一份生煎 118克 然後還有就是我們點了一個 醬乳大排麵 我點了一個是馬道學菜麵 帶我看好不好吃 總共是494 好我先去用點醋 我們家對上海的生煎 念念不忘了 你是最想要吃生煎 還是最想要吃上海的飯 多久 都想吃喔 所以你今天來這裡是嗎 我對生煎還好耶 不就是煎餃嗎 煎包 帶我看好不好吃啊 其實大陸的物價都放便宜 主要就是小孩子的費用比較貴 然後還有就是醫療比較貴 現在房價也打下來了 我們也準備明年要買的 現在我們的上海生煎包來了 先吃個很塌的好 我還是不理不去兩碗 還是有糟糕 嗯 嗯 不吃 還好 小羊都已經不好吃 小羊是明明明的好笑 哈哈 我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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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吃的 一口接著一口的咬下去 焦黃的麵皮和內餡 在你口中融化 整體來說還是不錯的 要怎麼回家 要ハゲ asthma 這就是一口很棒 那你又想要客氣 ホーム 我们的风光是很辣的 看起来是很辣的 一二转 要在那边上 好 一二转 外面有一个小光光是没有 好 好 我们回来了 今天外面天气非常的好 太阳非常的大 非常的热 然后现在又开始变阴天了 要准备下雨了 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阴晴不定 很像我女儿的 女儿的脸 对 让人难以捉摸 嗯 然后本来是准备在店里面给大家今天拍一期 就是 探店的 想说尝试一下 就是给大家探个店 嗯 没想到呢 因为没有带麦 然后临桌的声音又太大 所以我没办法就是把那个影片完整的拍完 所以就回来了 刚好我女儿小的 肉肉 她也 因为她礼拜一跟礼拜三是半天 所以都是十二点四十分放学 所以我们就是急冲冲的吃完了武昌 也顺便去接她 把她接回来 接她回来了之后呢 就本来想说给大家录一个结束 呃 结果呢 我要送她去上英文课 英文课上完之后呢 本来想说可以回来休息一下 结果呢 我又要带她去中医去给她针灸 针灸完了之后 她又要说还得去打雨球 上个影片短影片不是有跟大家说 就是没让她去打雨球嘛 她就很生气 呃 其实是因为她刚刚针灸完 就希望说不要再做剧烈的运动 因为你的肌肉已经放松了 放松了之后 如果你再去打球的话 运动的话 过量的话 肌肉又紧了 又等于白揪了 她非得要去 真的很爱打球 嗯 老师想说那算了吧 那你就去吧 然后跟教练特别交代 让她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不要太就是让她就是 去练球 或是运动跑步之类的 嗯 就给她找点其他的事情做 又顺便把我们家大的接回来了 刚好我打包的面 她说她肚子饿了 诶 你中午吃什么 你肚子饿了 又很多 中午吃很多 然后肚子又饿了 因为我在发育期今天 哦你在发育期 OK没问题 四五不好 四五不够好好不好 然后刚刚把我的那个面给她吃了 又吃了面包 中午的时候 然后刚好有邻居给我们送来了一袋面包 然后呢还有那个不二家蛋黄酥 我最近还在想着说 今年应该吃不到不二家蛋黄酥了吧 所以我就去附近买了两颗蛋黄酥解解餐 没想到送我的另外一个邻居 给我送来了一盒 送来一盒真的是太惊喜了 立马就直接吃上了 然后呢这还不算 没想到我婆婆已经拆了才买了一盒 中秋节就是要吃蛋黄酥 像大家就是中秋节订蛋黄酥啊 订那些有的没的糕点啊 都是都是非常的大量的 现在要去买的话 我看他们都是非常多的礼盒 都在接那些礼盒订单 接都接不完 接到手软 然后看到那个不二家的那个新闻 排队的新闻真的是超夸张的 我根本就不敢去买 我怕一抬上这就出不来那种 说到这里蛋黄酥 不二家蛋黄酥 之所以那么好吃 我觉得 我觉得是有原因的 他们家的蛋黄真的是很大壳 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买了鸭蛋 能够买那么大壳的鸭蛋 然后那蛋黄那么大壳 然后蛋黄大壳就算了 而且他们家的蛋黄 它的口味是跟其他的那个蛋黄酥的口味是不一样的 它的蛋黄是有鸭蛋黄的味道 然后呢 咸味也够 这个饼皮也是非常的酥 真的甜甜酥酥的非常的好吃 加在一起我觉得是很完美的一颗蛋黄酥 当然其他家的蛋黄酥啊 然后一些甜点凤梨酥啊小炮啊那些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吃 嗯其实不仅仅是这一家了 都各有特色都非常的好吃 就看各就看大家喜欢的口味吧 有些人喜欢比较甜一点点的 有些人喜欢偏咸一点点的 有些人喜欢料多的 有些人喜欢便宜实惠的 那就是看各自的选择了我觉得 对不用说特别的去一定要去说哪一家特别特别的好吃 我觉得吃过这么多家我觉得都很不错 都各有特色 像另外一盒是邻居给的那一盒 它里面包的是那个黑芝麻的 我觉得那个也很特别很好吃 嗯 我觉得台湾甜点真的是非常的牛 都是甜而不腻 很好吃 又酥又脆 怎么去形容呢 就觉得特别好吃 甜点是真的是YYDS 台湾的甜点真的是很赞 特别是我们糕点类的真的非常赞 嗯 我们台中还有老婆饼 下次再吃一下老婆饼 然后说到这里呢 我也给我爸妈他们寄了一些饼干 我爸他前段时间查出来肺有节节 然后因为他抽烟能喝酒的关系嘛 所以最近他把烟给戒了 我就问我妈 我说那爸喜欢吃什么零食啊 然后我妈说爸爸喜欢吃些饼干 我说你都不找老脸 上次我从台湾回大陆的时候 你跟我说我多带一点饼干回去了 台湾的饼干甜点糕点类的真的是 哦 我原先是以为家人不爱吃你知道吗 所以我都每次回家 我都很少带东西回去 我看他们都没怎么再吃啊 我想说带回去有时候浪费 只是在机场的时候带一些 比如说那个芋头书啊凤梨书啊 那种意思一下而已 到最后谁吃了我也不知道 然后有时候会带一些酒啊跟烟啊回去 本来我烟都不想带回去的 后来我爸说他抽烟我就给他带回去了 刚好这次把烟戒了 我想说我下次回去的话烟也不用带了 既然知道我爸喜欢吃甜点类 这些糕点类饼干类的 下次我从这边多带一点回去 真的台中的糕点真的是太多太好吃了 但是给他多带一点 说到这里呢很多网友就会说 你怎么不用寄的给他寄回去就好了 寄过去的运费贵呀 对吧 糕点类的一盒 五六颗 就五百克 六百克 九百克 加盒子的重量 然后我寄过去 哦 然后他 其实是可以寄过去的 但是呢 这些吃的东西他都有期限 15天内 我还没寄到就过期了 以前我是真的端午节呀 中秋节呀 我都超想要给我家人寄一些 糕点类的回去 但是呢 一看到那个日期 我就想到说我个天啊 我寄过去的时候 都已经过期了 算了算了算了就不寄了 所以都是从机场的时候 带点回去给他们吃一次而已 你要说那种的保质期很长的 一两年的那个糕点呢 我就又不太愿意买了 嗯 所以呢 这一次我就从淘宝给我爸妈买了一点饼干 这一次他们平时捨不得买的 稍微贵一点的 就是嗯 这样子的 说到这里呢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以后有空的时候 能够来台湾 对来台湾 就是亲自的去体验一下这边的糕点 因为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没有陪他们玩 都是我老公跟我婆他们陪他们玩 所以呢 我还没有亲自的带着他们玩 所以很期待下一次他们来台湾的时候 我能够跟我女儿们一起 跟我女儿们一起 跟家人一起 带着我爸妈一起 能够就是好好地感受一下台湾的好 好吃的 好玩的 其实以我们这种老百姓来讲的话 到一个地方去旅行的话 嗯 就像我爸妈如果来台湾旅行的话 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芒果了 因为那时候夏天天气太热 所以没怎么带他们去吃糕点 那像我这次带我先生去上海 那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上海的生煎包 所以当我老公知道附近有开一间上海生煎包的店的时候呢 就很迫不及待带我去体验看看好不好吃 嗯 所以你觉得美食重要吗 美食非常的重要 嗯 上海的生煎真的很好吃 它的汤汁非常的多 而且面皮非常的脆 所以呢 让我们家老公念念不忘 说到上海呢 就顺便说说我弟他们好了 他们最近也挺挺OK的 因为小朋友都算学了 很多粉丝说我弟为什么趁这个时候在上海买房 呃其实是有原因的 因为小孩子要开学要上学 呃是这样子的 我弟的大儿子他在上海上幼稚园的时候 嗯学费一个月三四千块钱人民币 呃还有那个不加伙食费 不加补习费就是光光的就是学费 因为家的是私立幼稚园 那他希望说他第二个儿子能够在公立幼稚园 因为公立幼稚园是免费的 每天的伙食费只需要人民币14块钱 呃所以是非常便宜的 又不用学费 然后只需要缴14块钱的那个伙食费 五餐一餐嘛 等于说你上三年就可以省下非常多 有将近人民币八九万十万块钱 呃所以他就急着在上海买房 因为当你在上海可以买房的话 民用住宅的话 然后呢你的社保的积分也够的话 你的小孩子就可以读公立的幼稚园了 不然的话是不行的 所以他们就很着急的买 他们在前年的时候就已经买了 所以呢今年的话准备交房 是这样的不是今年买 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他会打折 或者是会房子会降价 所以就已经之前就已经买好了 所以很多粉丝说啊为什么现在买啊什么的 事先难买早知道啊早知道就不买了 就晚一点买 因为小朋友上幼稚园 所以就提早买房 提早买房导致呢用最高的利率 然后呢买到了最贵的房子 就是有些东西就很难说嘛 对吧既然买了就买了 反正是自住自住就还好了 不是拿来投资 那投资的话就想说跌了就跌了 赔了就赔了 那是自住 自住的话就会好很多 反正不管它跌了还是涨了 反正都是自己住的嘛 对因为在上海也要住嘛是吧 所以刚好小朋友也要上学 然后上小学上国中上高中 然后也想要拿上海的户口 他们想要拿上海的户口 然后呢我这边拿了台湾的户口 其实很多人都想拿台湾的户口 但是呢台湾的户口并不好拿 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教育好 医疗好对吧 所以就是只能先从江西跳到上海 也是为了小孩子嘛对吧 那我在这边生活也是为了我们家小孩子 让他们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 能够在很好的环境里面 就是快乐成长吧 就是这样子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去吃生鲜包了 然后感觉还好 然后最近中秋节快到了 我又吃了很多的那个蛋黄酥 所以呢我感觉非常的好 在台湾就是很悠哉 嗯 好了那今天影片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看到我的美衣服都换上了 我要去运动了 哈哈哈 喜欢那么多蛋黄酥 高热量的东西 我不想胖 我想要多吃一点 所以我得去运动运动了 好了拜拜 感谢欢看哟 感谢欢看哟